再看高雄瑞丰夜市一家鲁味摊 盗用了美食家胡天兰的肖像 尽管鲁味摊的这个老板解释说 那是因为之前参加平面媒体的评选 所以直接的就引用报道上面的照片 希望能够刺激买气 但是胡天兰本人呢 他却是非常生气 他说这么做很不尊重人 利用他赚钱 他还说曾经有餐厅把他的照片印在菜牌上 但是他到店里消费的时候 店员居然没有认出他 让他觉得实在是太离谱 老板一开门做生意就有客人上门 平常时候业绩就很不错 加上参加了美食评选 获得了美食家胡天兰的大力赞美 尤其这一位黄金蛋 更从所有来参加乳味评选的佼佼者当中 脱颖而出赢得了冠军 因为我蛮喜欢吃的 然后我们住在附近这样 就常常来买 对 老板没开眼笑 有了胡天兰的加持 把整篇报道印下来挂在总店的门口 又把胡天兰举起的大拇指 称在了肖像 特别放大 当成了宣传 挂在瑞丰夜市的谈判前 这下可不得了了 胡天兰指出这么做很不尊重 而且利用他来赚钱 却没打声招呼 并用恶劣的重话来形容老板的行为 尽管业者觉得无辜 单纯只想到用引用报道来刺激买气 真的是无心之过 为了表达歉意 将在初九过后把招牌拆掉 不过胡天兰说 还曾经有餐厅把他的照片印在菜牌上 但他到店里消费时 店员却认不出来 让他觉得实在很离谱 总统新闻 欧丑陈古明 高雄报道